班的餐盒请打开 一个一个叠起来 一定要守规矩 不要大声的嚷 一个佛弟子 哎呀 莫名书啊 你吃饭啊 这样 太大声了不好 可以讲话 但稍微小声一点 不能再像大街小巷 像菜旗啊 丢在回收的 这个便当盒 一个一个叠起来 丢在这个回收的 这个垃圾袋 请大家务必配合 谢谢大家 那么中午啊 我们的几点 好像十二点多开始吧 有这个明海法师 要演奏 明海法师在哪里啊 谢谢你啊 跟明海法师鼓励一下 专攻音乐系的啊 很厉害的 我们跟法师谢谢啊 感恩 感恩 然后下午我们 一点四十五分 就集合完毕 下午刚开始 唱个三宝歌 我们放音乐 小歌 带来的三宝歌的那个歌词 因为三宝歌 很好听 很好听 然后 下午要讲深的 讲空义的思想 要讲不二法门 要不二法门 那初学佛法的人 那就随言 那么 本来啊 我是想讲 广青老上开释路 不过广青老上开释路 也讲过太多次了 来这个苗栗 这个地方啊 希望给大家 有点 深一点的印象 深一点的印象 尤其是在这个 台湾这个 邪佛的程度 已经这个水平 拉高到二十年 到三十年了 当然 广青老上开释路 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看看我们 有没有时间 所以下午要讲 空义的思想 入不二法门 还要先送 三十条签规 我们尽可能 在这两天 把它讲得 非常的丰富 精彩 谢谢